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午的时候呢 孩子非要吃奶 我心里说不行 这里边人这么多 多丢人呢 不行 孩子又哭又闹 这会儿呢 我就发现旁边的椅子上 正好有个非洲的年轻妈妈 也在给孩子喂奶 我就说你看人 别人不都这样喂吗 你也坐旁边 坐旁边 喂一下 孩子这会儿喝了几口 忽然不喝了 指着旁边非洲妈妈说 妈妈 我也要喝巧克力奶 大家都知道 现在国内的教育界 都快成了禽兽界了 这个男老师 把性侵女学生 都快当饭吃了 这方面的新闻 几乎天天有 没爆出来的 我估计就更多 这个男老师玩的这么嗨 就有一些女老师 也就春心荡漾 见到那些干净的 勉腆的呀 像我这样帅气的呀 就飞得那啥了不可 这个女老师一天上课 给这学生们出了一个题 把一句话叫 老师为我们操碎的心 改成被动句 结果这个全班的男生 基本上一致 把这句话改成了 老师为我们操的心都碎了 国内前两年有个少林寺的方丈 叫士永信 又是私生子 又是贪污寺庙款之类的 最后呢 人家还是什么事都不了了之 但是呢 前两天的新闻说 他这次落选了 十九大政协代表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大家拭目以待 同时呢 网上也流传了一个 他那会儿的段子 这么说的 记者问 大师啊 你从来不喝酒吗 罪过 罪过 哎呀大师啊 出家前 你也不喝酒吗 罪过 罪过 哎呦这记者就问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 出家前喝酒 算什么罪过呢 你那么猪啊 你一点悟性都没有 我都说了 罪过罪过了 都喝罪过吗 哎 说说今天的正事 我为什么呢 敢批何平先生 而不敢批唐柏乔先生呢 前两天大家朋友都看到了 我写过一个小的推文 批评了何平先生几句 我想说的一个原因呢 可能就是这样了 就是大家我想都明白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但是他们一个共性是 都敢骂美国 你发现了吗 都敢对川普总统呢 可以指手画脚 但是很多人 包括我啊 基本上不敢跟中国炸刺 为什么呢 这还用说吗 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只要你不是诽谤 批评政府的公职人员 还有批评政府 这都是公民的神圣职责 你越批评他呢 说明你越关心他 爱护他 越希望他往好的地方发展 但是呢 中国的网民就不这样认为了 中国的网民就认为 你要是批评政府 那你就是负能量 你就是这个阉安 哎呀我就想说 你放你妈的 定口拉扫 白的 我首先说 这一帮的人呢 就是一个中国思维啊 就是给这个封建和独裁做辩护啊 说白了吧 就是有哪个当爹当娘的 都愿意宠的孩子 你自己家的孩子干什么都不管的 比如说啊 你家孩子做了坏事 父母在旁边给加油叫好 孩子天天在这吸毒 溜冰 泡妞 哎呦 这爹妈在旁边 弄了大麻 哎呦 来一口 哎呦 这不错 哎呀 孩子吸吧 死不了人 吸吧 吸吧 哎呦 如果你家孩子泡个妞 有艾滋病 你还在那 哎呦 上上 一二三 上上上 没事啊 你呀孩子 出于你而不然 是咱家真传 可能吗 你他妈这是当娘的 还是他妈黑社会老大 哎 哎 中国有句话叫棍棒之下 出孝子啊 虽然呢 现在不能棍棒 但是管 我认为还是必须的 嗯 另外呢 你为什么见了别人家孩子 总是夸不离口 而自己家孩子总是管不离口呢 哎 就是这个原因 夸别人家的孩子呢 是因为自己的国人呢 咱们都比较虚伪啊 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 而自己家的孩子呢 其实才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 不要走自己走过的弯路 吃自己吃过的苦而已 再说和平先生啊 作为明镜的老板啊 虽然不知道他收入多少 但是和平先生呢 数年如一日给大家奉献了 很多特别精彩的点点 今天是啊 虽然有些节目呢 也算是我们被他忽悠了啊 但是和平先生通过他自己独立的渠道 独立的新闻视角 专业的知识 从不同的方面 给大家诠释了很多新闻的内涵 而且呢 和平每次打赏啊 只不过是一杯咖啡而已 从人家呢 和平先生的点击量和订阅量 就可以看出和老板是深受海外的广大华人朋友 喜爱的一个主持人 或者叫老爸啊 他呢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始终认为呢 和平先生是一个君子啊 君子呢 是不怕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的 和平呢 就好比是美国 任何在阳光下的批评和意见 我想他都能接受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胸怀呢 也不会走到今天 君子不怕君子 但是君子怕小人 所以呢 这也就是和平先生总是谨小慎微的原因 而唐柏乔呢 则不同 他的视频呢 在网上有几百个小时 但是呢 他的很多视频 我认为啊 是前后矛盾的 用曾宏的话说 他的每个毛孔都在撒谎 因为他每个毛孔都在撒谎 每个细胞都在算计 而且曾宏还说了 唐柏乔啊 有个魔咒 就是谁去过唐柏乔家住过 最后 谁就会和他切割 而且还切割得不行 到你家住 我还到你家住过三天呢 被骗了三万美金 对不对 一改也到你家住了一个月啊 被你栽赃 延迟身份办理公民16年 80绿卡80公民 陆林还在你家住的 现在天天追着你嘛 关键有一个魔咒是说 你们记住了 凡是到唐柏乔家住的人 都会翻脸 为什么呢 付房租的啊 陆哥 对了 付了房租那什么好说的呢 把房客当成恩情 更不要脸嘛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好像呢 谁只要和他在钱上发生过关系 到后来就会出很多问题 很多人呢 就会变成特务 就会被开除啊 哎呦 你说神奇不神奇 为什么呢 我想啊 这当中的原因 只有他们当事者知道 但是呢 我要说一句话 当你恨全世界的时候 不是全世界都有了问题 肯定是你出了问题 网民呢 有个叫蒋旺正的啊 说给这个唐柏乔先生 捐两万美金 唐柏乔先生就说了 说你不是要给我捐十万吗 然后有一天他提出来了 他说那谭先生 你能不能这个告诉我 你大概需要多少 然后我跟你把钱打过去 然后我就接到他原来那个话 因为他公开的嘛 我就说那你就打十万吧 然后他就后面就回了一个 他说你们答会不是只需要两万吗 然后好 我知道他可能有些误会 觉得或者我们之前焦虑误会 他想到的是要支持那个大会的两万 我想到的是 他曾经公开说的那个十万到二十万 给我的捐助 所以这次误会 然后我就马上给他解释 我说我以为你提的是那个 当时你说要给我捐十万到二十万那件事情 那时候大会的话就需要两万 大家都听到了 哎呦 人家叫捐两万 他说你不是要给我捐十万吗 我还以为是以前的十万 一个呢 是和平先生 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而一个呢 一要就是半个房子的钱 我想呢 大家心中都会有一个答案 我一直不愿意批唐柏桥的原因呢 是原来呢 我也是他的粉丝 后来发现他前后矛盾的地方比较多了呢 我就也出了几个视频 其中上期视频也收到了一部分 比如说他说民运大佬 每年靠正批 有一两百万美金的收入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唐柏桥先生 那你自己就一次没吃过这个饭吗 你敢说吗 你敢说你一个没办过吗 大家听听郭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就是我追着他要钱 因为这个一万块钱当时是 是暂借的嘛 借了以后他又不过打收调 那么那个期间呢 就收进了钱了 有几个这个办身份的 收进了钱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钱进来了 你说临时性周转 你就应该还给我了 我就开始跟他要这个钱 这个时候他就这个嘴脸就暴露了 因为骗到手的钱 你要这个给他要出来 不容易 所以呢你们这些民运大佬啊 我觉得基本上很多人都是黑的 只是分赃不均而已 不要老把自己说成非洲的白人 别人都是黑的 全世界就你一个是白的 一个好的 最重要的是啊 我认为唐柏乔这个人呢 不是君子 我认为他呢 不仅有庞大的水君 而且还有类似于组织的协调性 一致性 缠密性 并且经常的扬言啊 要告这个告那个啊 我从他的视频里发现 他几乎啊 批评过所有的海外民运人士 一会儿呢 说自己是搞民运的 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是 我既不是联系会议 我也不被他们联系 我也不是海外民运 所以我唐柏乔 作为海外民运一份子 到现在我都到底不知道 他是还不是 并且呢最近呢 他又启动了几个惊天动地的官司 告耿和索赔6300万美金 告郭总索赔5000万美金 而且呢 还是从原来的500万美金 改到了5000万美金 我就不明白了 真像赵岩先生所说的 你以为美国法院是你家开的呀 一会儿500万 一会儿5000万 动不动就能差十倍 你常安清裁决我这个骗决 郭文贵裁决我这个骗决 我就算数 常安清你是法庭 你的法庭比中国政府法庭还大 你家里开的吗 官官家里开的吗 这个骗决这个是谁裁决的 有谁告我了吗 告都没告 都没有人去起诉我 没有人不要说刑法 民法都没有起诉我 民事法都没有起诉我 你怎么就给我定心了 说我是骗决呢 他挑衅我 因为他是中共的特务嘛 他肯定是个中共的特务嘛 你就是一个撒谎者 你就是一个人品极为卑劣的人 但是为什么民运在海外 为什么越来越臭啊 起不来 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那些去参加民主党的 甚至政治匹夫那些人 拿到了政治匹夫以后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广播员吗 他们每一个 不说百分之百啊 基本上都是一个 来讲民运的真相的一个广播员 他们离开了以后 他们这个受尽委屈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支持民运 他们也不想支持民运 结果看到那些混淌 就是那些人呢 所谓的胆态主席啊 都是乱来的 骗钱骗色 骗色的故事我知道很多 很多人跑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们 他们怎么骗色 这个话题留在以后再讲 很多人跑到我这里来告诉我 怎么骗色的 然后 他们就对民运 深无痛绝 那些被骗色的人 那些被骗了钱的人 他们拿到了身份以后 不管拿到还是没 没拿到 他们都看不起民运 他们回到福建 他们的同乡会 他们回到北京 他们同乡会 回到东北 他们的同乡会 回到河南 他们的同乡会以后 都讲这个民运是什么东西 他们都不知道民运两个字 他们只知道民主党三个字 他们把民运 民运的民主党打等号 他们就说 海外那些民主党人 他们就认为我们都是民主党人 只要是六四来的 都是民主党人 他说那些民主党人 那不是好东西 这都是骗子 这都是骗钱骗色 所以我在福尔兴 后面待不下去了 大家想想 这是个什么样的民运领袖 一千一变 相差很大 大相径庭 这样的人呢 谁敢跟着你闹革命 谁敢给你捐款 并且呢 他自己还亲口承认过 去FBI 告过很多的华人 我知道的 我听说的啊 好像有赵延啊 易改啊 盲刘瑟 袁建斌等等 可能不下十个华人 甚至更多 那我就问了 你唐柏乔 告过几个其他民族的人呢 据我所知 一个都没有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到了实证部分 就到此为止 我们聊一聊段子 国内一贪官 自己找了个小三 比小三大三十岁 女人的招大家都知道 一哭二闹三上吊 那天带着小三去一个艺术展 又生起气来了 小三就要上吊 其实经常的闹 他一上吊 别人把他救起来就完了 我的娘啊 你不想想 这是个艺术展呀 妹妹 你太没文化了 咔就上去了 别人一边浏览一边说 这家做的好 你看这和真人一模一样 哪都像真的呀 一个贪官儿子 每月有十万块钱的零花钱 人民币还不够 再要的话呢 这个官太太就不愿意给了 这个贪二代聪明啊 只要钱不够花了 想了个招 花一百块钱 从旁边有个收货烂家 把他家的女儿请到自己家 然后给他妈就说 哎 妈这是我女朋友啊 以后我们就结婚了 怎么着怎么着 然后就借故就出去了 哎呦 每次这个官太太的词 几乎都一样啊 给这个女孩说 说吧 给你多少钱 才可以离开我家儿子 好 感谢大家观看 本期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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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